步履铿锵重梦行 以人为本 护安泰 一份责任 承担着万千群众的 阴阴重托 一份使命 践行着安全为本的 发展理念 长兴县 云有瓶装燃气经营单位六甲 但由于经营单位分散 长期存在 市场主体责任落实不够 无序竞争 导致管理混乱 储存、罐装、运输等 环节的安全管理要求 落实不到位 特别在反恐怖防范标准 及实名登记要求的落实上 还存在较大差距 为进一步加强管理 推进瓶装燃气市场 安全、健康发展 2019年1月1日 在行业主管部门协调下 组建长兴县 常染液化剂有限公司 4月 幸福吧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法规 出台了 长青县瓶装燃气市场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全面开展瓶装燃气市场专项整治工作 部履银腔 服务为本 立足实际 以人为本 自成立以来 公司对原有送气工进行优化整合 通过集中培训 统一考试 统一服装 统一持证上岗 统一管理 真正组建一支安全可靠 规范送气 服务周到 消费者满意 政府放心的送气队伍 加强管理 安全保障 公司结合现有送气工数量和实际持证情况 统一购置了124辆送气车辆 实行统一车辆型号 统一车辆颜色 统一车辆标识 统一车辆保险 所有车辆都安装了GPS 以保障运行安全 钢瓶置换 有力监管 2019年5月1日起 对全线35万只左右的社会自由产权瓶 进行产权置换 截至目前 实际置换钢瓶13万只 对所有钢瓶法进行改造 把原来的普通法 更换为国家新规定的自闭功能法 确保钢瓶安全实用 按照科学合理 总量控制 方便用户安全规范的原则 科学合理布局燃气供应网点 先后在乡镇 开发区等区域 设置撬装式瓶装燃气供应点8个 目前已建成 符合国家技术规范要求的供应站4座 再建即将完工的4座 反恐防恐责任先行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 公司在各储蓄站内改造 新增完善各种防控反恐设备设施 并在总部进行瓶装液化器销售实名制 即钢瓶信息化平台建设 为宋气工手机安装身份识别APP 采集系统 通过对所有气瓶设置二维码电子标签 实现对气瓶冲装 储存 销售使用 检验 报废等全过程跟踪追溯 通过联动公安一键报警系统 借助信息化手段 公司有力提升安全监管智能化水平 公司积极开展安全培训和防恐反恐培训 开展安全救援演练 反恐演练 为防恐反恐工作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司配合执法部门 加强市场机场 全面整治市场环境 至今已查获各类非法运输黑器 非法储存器 超期 报废气瓶 1038平 涉案人员35人 其中治安居留8人 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文化危机 党建引领 党建是基业长青的根基 自2019年6月 公司成立党支部以来 通过组织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等党建工作 努力发挥党员干部的 先锋模范作用 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为不断推动制度文化 安全文化等文化建设 公司每月初一期简报 及时传达上级部门的精神 不断完善各类管理制度 先后印发安全手册 长青县平装燃气市场 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2万册 在各乡镇举办各类宣传活动 二审余场次 为企业发展注入 动力源泉 安全用气 幸福万家 祝望未来 长青县常燃液化气 有限公司 将在各级主管部门的 关怀支持下 齐心协力 紧紧抓住安全这条生命线 科学管理 提升综合实力 着力搭造 长青燃气行业一道 亮丽银片